我这个叫一镜到底不剪辑 我老说是独家深入 诸神附体 自摄自嗨一镜到底 经常我是自说鬼话 今天特别爽 刚才九妹 九妹是南京石头城的一姐姐 我管她叫九妹 我也没见过她 她说今天你这个 你这公众号怎么聊这么好啊 是聊得好 究其原因就是 涉及了一个话题 这话题有正方反方 缘起呢 是我一外甥女 小女孩呢 都受了电视台影响 都想走向世界 先上的人民大学 人民大学上完了 没能留北京 又上了一个研究生 这研究生啊 叫燕山大学 上完这燕山大学 准备往美国移民 他们好像一进山海关啊 对东北人都是挺重大的一件事 就不愿意再回山海关外边去了 不像我那时候 什么什么什么 宾随突家保安地屋里 上校团赴 消灭管理管外的共武军 只去维武山 他们都不愿意去关外 我去关外可能也是 我是去采访 去的快 回来的也快 啊 加根还是在北京西城区 所以我走遍全世界 啊 我在美国继承农场 我在以色列打仗 我在伊拉克挨飞毛腿 啊 我都是老想我们家好 嗯 我就没动过移民的念头 可能是 呃呃 关外呢 穷地儿的人 嗯 必须得移民 所以他 女孩一大了 好的母亲 又想着给自己孩子 生在一个好地儿 啊 留北京留不了 就留学吧 啊 好多人网上都说移民怎么好 加拿大哪儿怎么着 怎么着啊 结果是他这个学校 美国不承认 美国一不承认就不能技术移民 他穷孩子移民就是叫 EBA结出人才移民 是吧 EBA 我一说移的全懂 啊 他不可能资本移民 他只能治理移民 知识分子嘛 他就移不成 移不成呢 那 我说了 啊 他那个燕山大学 北京也上不了户口 最早那学校好多是练钢的 手钢收人 还能上北京户口 现在手钢都搬唐山去了 所以他也上不了北京户口了 小女孩 知道这会儿住的多大了 啊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把户口安在天津了 这是一真事 我说这事呢 一是安慰我这外甥女儿 一个是让别的小女孩儿 也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 不要再走这条路 今天说这一说起来 有好多人都是上这个学的 啊 好像我就诋毁这学校了 啊 不是 我是呃 啊 上 我学历特低 现在人家都是博士啊 都是博士 而且更牛逼的都是载职博士 嗯 我就是屁大上上完了 就工作了 一直照大象的 我是一个铁列导动者 其实我小的时候最想当的是火车司机 嗯 我大掰是铁道科学院的院长 叫唐真旭 是新中国焦山 唐山焦大 第一任校长 那时候铁道部部长叫唐戴远 我一说我这都有书 他们铁道部给我大掰出传记啊 给我大掰 你看这个唐真旭 出传记这名 给提写书名的都是吕正操 为什么是吕正操呢 吕正操当过铁道部长 嗯 当过铁道部长 嗯 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长叫腾戴远 我大掰是中华民国最后一任唐山焦大校长 新中国第一任焦大 焦大校长 以后焦大分出四个焦大去 上海焦大 西岸焦大 西南焦大 西南焦大叫峨梅焦大 还有北方焦大 还有第五个焦大 你知道在哪吗 新竹焦大 在台湾 所以五个焦大一个根 那根在哪 就在唐山 我那时候都是国际共产主义动 都列宁同志 列宁同志从斯堪蒂纳维亚 坐斯堪蒂纳维亚快车 从芬兰回来到圣彼得堡 下来都是坐着火车 跟瓦西利同志一块来的 所以我特崇拜火车 我那时候弄不好就得上山下乡 我七九级的 幸亏考上屁大了 我学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所以我对列宁啊 火车也 铁路啊 矿山呢 就是疯狂的热爱 但我学的就是一砍爷 婆罗门专业 不涉及那些制造 我也特别想去车间 看看火车怎么弄 今天怎么说的特好呢 九妹说 你怎么说那么好 因为今天九妹大概是十天前给我快递来一箱子吃的 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酥味 酥南的味啊 都还不是苏北 周恩来的味 这都是酥南 我们老家那边的味 就是乳菜 她说我老看你吃窝靠奶粉 我看你吃点什么苹果呀 什么橙子呀 不见你吃肉 她就把它做的乳 就给我寄了一箱子 这是鸡肝 鸡的那个鸡榛子 鸡榛子是这么一口的 这么一口的 完完我就吃一块 我说哎呦 真是太硬了 不能给我妈吃 嗯 又吃一块 啊 又吃一块 我说给我妈留半口的 吃吃吃 我说别给我妈了 太硬 我妈那牙还不如我这牙呢 把满满一口的鸡真 吃的还剩这么多 还这么多 我就觉得不对了 不对了 你这孩子不笑啊 你说好想给你妈留点的 然后我就把这夹上一夹子挂在我们院里的铁丝上 为什么挂铁丝上呢 不挂铁丝上 我们院的黄鼠狼就来吃了 是吧 为什么不挂铁丝上 我们院的猫就来吃了 啊 如果为什么不挂铁丝上 我那二哈就来吃了 嗯 但是呢 今天为什么贪吃一下 吃了一口的鸡真呢 是有一个叫盛嘉丽的人 我也没见过他 他给我快递了一箱德国啤酒 真正的德国啤酒 我也不知道这什么牌了 嗯 你看看 一看就德国啤酒 德国国旗颜色黑红黄 嗯 这叫什么牌我也不知道啊 International的 是吧 GMBH 德国都写GMB吃 我那莱卡相机上都写这个 嗯 Original 嗯 500毫升 我就喝着这德国啤酒 然后 吃着五妹 喝着盛嘉丽 给我的这啤酒 吃着五妹 亲手给我做的乳鸡真 然后我就 我就说嗨了 我就进入微醺状态 啊 平常我自己啊 也没这吃的 嗯 其实他这鸡真呢 积累都一个星期了 我也不知道 快递就给扔在门口了 昨天他打电话 说 说亚叔啊 你帮我提提一点 我做的那个乳味怎么样 我也不敢说 我说哪有什么乳味啊 嗯 啊 然后他跟我说什么样什么 这我才去一看 果然 一只鸡 有这个牛肉 还有什么 江南女子 都是好厨子 活气 嗯 要不总理都最爱吃江苏菜呢 啊 嗯 然后我这一嗨了 我就跟我的 哎呀 灵感就全来了 包括这哥们 这哥们叫谭嘉庆 建议老鸭去阎山大学看看 这样才能够贯彻到底 阎山大学跟美国特里多大学是友好学校 特里多大学我没听说过 因为我们平常知道都是长春藤的那些学校 我们家我大白是MIT的PHD 我二白是康奈尔的PHD 都是长春藤的 我知道啊 然后这个托里多大学 我还真是不知道啊 我还真是不知道 我知道知识就是几个学校 一个是我毕业的那些小 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边上我的哥 我哥们他们毕业的那些学校 我女朋友毕业的那些小 啊 啊 那个啊 基本上以批大为原心周围的那些 嗯 外边我真是不知道 我退休了就应该出去 但退休了没人给报销火车票了 是不是啊 要是 要是 怎么能这么想呢 一个老革命啊 喝着这个盛嘉丽给我的律用 德国啤酒 啊 坐着火车 吃着 酒妹给我的这个 啊 吃着火锅 还唱着歌 我就要去这燕山大学一趟